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讲如何规避不必要的阿甲克斯请求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大家可以发现之前我们的代码实际上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打开Network,当我点击搜索框Input的时候 它会发一次阿甲克斯请求获取header list的内容 当我再重新点击一次,它又获取一次,再点击又获取 但是实际上这个列表中的内容获取一次就足够了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打开我们的代码 打开我们的这个header下面的index.js 大家可以看到,handle input focus的时候,你始终要去获取列表中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我们看哪里都要用的handle input focus,搜索一下 它是在这里调用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获取profs里面的这个list 也就是说列表中的数据 然后我们执行handle input focus的时候呢 我们把list传给这个handle input focus 这样去,把list传递进来 然后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啊 找到handle input focus这个方法,它会接收一个list 我们console点log一下,list 保存 回到页面上刷新 打开控制台 到第一次点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size是0 OK,第二次剪辑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size变成了50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ize值来决定是否要重新发送阿甲克斯请求 我们这么写 if list.size大于0 我们才怎么样呢 才去派发这个action 但我们这么去写,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当然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三行代码不太简洁 我们还可以把这三行代码写在一行里面 如果list size大于0的时候 我再去干后面的这件事 这么去写也是OK的 这样的话,一行代码我们就搞定了三行代码要做的事情 回到我们的页面上,刷新 第一次,当然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问题了 第一次的时候它并没有请求啊 我们看一下问题在哪 console.log一下 list.size 保存 回到页面上,刷新 在控制台里面 它是0 0呢,并没有大于0 所以这个时候 sorry,这块我是不是写的有问题啊 只有什么情况下 只有list等于等于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没数据的时候 你才去请求数据 如果有数据了 就不要请求数据了 所以这块我这么去写它才对 保存 刷新 第一次 没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次 headlist.json发送每次 我第二次点击的时候 不会再发送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对这个性能上的一个调优 避免了多次的无意义的阿甲克斯请求的发送 我们再呢 改一下这个样式吧 再去看当你鼠标移动到换一批这个按钮上的时候 我希望呢 你有一个小手型的这样的一个小图标 那么我们可以在steal.js里面 找一下我们对应的这块的内容 叫search info switch 给它来一个cursor 好 pointer就可以了 保存 回到一面 我们再来试 点击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手型的 点击换印 好 头部讲解这么多 我们就全部讲解完毕 大家加油 tillivo 大家小心 这样 打答 一人 还有 五�ве 咯 等等 有 咯 就